那么磨剂和住宿机都有了 接下来的话就需要介绍的是塑料 也就是高分子材料 我们通常说磨剂是工业之母 那么工业之父是什么呢 工业之父就是原料 对于塑料行业来说 工业之父就是塑料 塑料是高分子材料中的一种 那么高分子材料是由分子量 较高的化合物构成的材料 它的分子量一般是在一万到一百万 之间 高分子材料实际上是属于一种聚合物 也就是单体 重复的单元体 形成的一种常链状的结构 高分子是材料 它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热硕性高分子 是指材料能够被重复加热使用 另外一种是热固性材料 也就是一旦材料生成以后将不能再次融融加热 如果再加热的话材料就会分解 那么从它的形态上来 又可以分为无定型的高分子 或接近型高分子 无定型高分子 在整个注入成型过程中 它始终是保存 无定型的结构 同一结构 而接近型的高分子就有点特殊 它在冷却 冷却固化的时候 它是会接近 形成一种密排的那种晶体结构 而加热的时候 它又会形成无定型的结构 那么对于C1分析来说 也就是模6分析来说 我们需要知道哪一些代表性的特性呢 首先是成型条件 成型条件包括 模机温度 融融温度 减轻速率和减轻引力 第二个是塑料的流变特性 也就是粘度 以及结合点的消失系数 转变温度 融融指数 第三个是热性能 主要包括比热和热传道系数 物理性能 包括密度 那么物理性能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压力体积温度曲线 模4 报告里面经常贴出来的 PVT曲线 另外还包括机械性能 例如弹性膜量 波充笔 等等 当然还有收缩的性能 包括收缩的模式 和收缩率 下面逐一解释一下 这些材料特性的含义 模机温度 是指树脂接触模机时 模机表面的温度 融化温度是指树脂开始进入形象时的温度 而注射温度的话 这注射温度应该是材料供应商提供的一个融融温度范围 就是能够被注射的一个温度 而最大减切因率是指发生降解时候的一个最大减切因率的一个允许值 同样道理 最大减切速率也是材料发生降解时的最大的一个减切速率 那么流变特性的话包括四个参数 第一是年度 也就是材料停止阻止流动的一个系数 第二是结合点的消失法系数 Junct-loss measured coefficient 这个系数它是用来计算融体经过一个尺寸变化比较大的通道时压力的一个损失 比如说流道进入胶口 特别是流道进入点胶口或者潜伏式胶口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那么转变温度的话是高分子材料 冷却到固化时发固化发生时的温度 对无定型的材料来说 就指它的玻璃化温度 接近型数值的话是指它的一个接近温度 流动系数就是融融指数 是行业里面用来描述融体流动难以程度的一个通用标准 它是指每分钟流进固定通道时的数值的一个质量 就每十分钟多少克 那么影响塑料融体粘度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减轻速率和温度 热性能力包括三个常用的参数 一个是笔热融 简称笔热 一个是热传道系数 还有一个是热扩散系数 笔热是指材料保持热量的能力 它通常用来衡量材料将热量转换为实际温度升高的一个参数 热传道系数是用来衡量材料传热的一个能力 热扩散系数 是由热传道系数与热量的一个比值来决定的 它跟材料的一个密度有关系 物理限制 通常包括融体的密度和固体的密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性的话 就是PVT的曲线 也是描述啊 材料在成型过程中压力体积温度关系的曲线 那么从这样一个曲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 PVT曲线是指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时 材料体积的一个收缩膨胀性能 所以说保压的时候啊 材料的收缩它是随压力的增加而减小 同时它是随温度温度的减小 那么体积收缩会增加 对于机械特性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弹性膜量 减轻膜量 伏松比 OCT 热膨胀系数 而收缩特性 它是指墨封软件在计算收缩的时候 它所用的材料模型 也就是收缩模型 它包括修正和未修正的一个材料模型 还有平均收缩率范围 以及测试的一个收缩率范围 感谢观看